当当当一周头条天宝哥 本期视频是由小二牛大提供拍摄场地赞助 小二给我来碗面 多快牛肉扫泡面哦 大家好我是天宝哥 欢迎观看一周头条 本期视频是由小二牛大提供场地赞助 星期一亚洲顶级学府上演大型公斗剧 一个戏逼走十几个教职工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堆教师一新闻一颗鼠屎一汤魂啊 不过有一点我不敢躲同小编 学校怎么了 瞧不起知识分子玩信仰的能力啊 有智商有学历的斗起来 那比宫廷剧还要扑朔迷离取折离奇呢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怎料遇到了灭火器呢 星期二新加坡2019新政策全盘点 事关每一个人 雪花飘飘 看了这则头条 我心里瑟瑟发冷啊 新加坡仿佛也能感受到冬天的来临 再过一天 朋友圈就会晒出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 告别贫穷 告别厄运 迎接希望 迎接曙光 各种各样的名言鸡汤和乌托邦 这一切就像是2017年的年底 一模一样了 仔细想想 努力了一年 终于可以向嘲笑我的人证明了 他们是对的 看看挂历 这才12月 初冬 更冷的还在后面呢 我姥姥告诉我 吃不穷 喝不穷 算计不到 就受穷 星期三 上海地铁门杀人 新加坡也不是万无一失 人这一生啊 就好像是红线的地铁 四号线 起点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滨海湾码头 给我们无限的憧憬和梦想 然后要经历来峰市金融区的财富诱惑 接下来是多美哥总统府对权利的幻想 还要经过无节路 看边那许多繁华的美景 还没好好享受人生 就到了挪威那医疗健康城 很多零件该修的修 该换的换 挺过去了 依然是雄心勃勃的大把窑 如果撑不住了 也别急 马上有个声音飘然入耳 当你的人生真正看到光明山的时候 才会顿时醒悟 人生不断和不淡然 星期四 工作时长全球第一 新加坡为何疯狂加班 说到加班 我就后悔 当时我老板招聘的时候 面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包手上过网吗 能联包几手 我联盟喊道 我联包两手精神还杠杠的 然后我就被录用了 后来我才知道 干我们这行 是需要熬夜的 星期五 RCA官员收受两名中国女子 姓慧洛 终于认罪 新加坡可是法律极其严格的地方 真不能行贿受贿 记得我老婆在家校考驾照的时候 入考当天 老婆刚坐进车 我马上给考官递了500块钱 把考官吓得 联盟义正言辞地喊道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不会接受贿赂的 而且行贿自幻化的 我联盟解释 不不不不 这不是贿赂的 您不了解我老婆 这呀是一会儿给您凶车用的钱 还不一定够的 我这还有一份意外险 要不了解一下 星期六 史上最大调整 海外中国人护照新政 1月1日起实行 最近使馆的服务也越来越人性化了 窗口的服务人员也越来越友善了 使馆对于我们在海外背井离乡的人来说 那就是娘家 我有个老乡去非洲打工 刚到一个月就想家了 没事就跑到大使馆坐着 后来大使馆的人看见了就问他 你有什么事吗 然后这小子突然抱住人家的腿就哭了起来 哎呀妈呀 终于能听到人话了 我就是想听听人话呀 没毛病 没毛病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有奖问答送福利的环节了 请问小二牛大 位于新加坡的哪一间烧饼猫的几楼呢 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写在下方评论区 我们将从正确答案中选出三位幸运观众 您将获得小二牛大免费为您提供的 古法牛肉面一份 名额有限抓紧留言哦 感谢收看一周头条 以上您听到看到的所有言论 属于天宝哥所扮演的天宝哥 与天宝哥本人立场无关 如有雷同 怎么可能 我们下期再见